这是一台掌机 这么小还能玩吃梦倒 这也是一台掌机 这么大 手柄拆下来 直接就是一个平板 怎么几年前还只有Switch 现在又整出这么多幺蛾子 到底谁在买啊 哦 原来是我呀 没错 我买来了最有代表性的 各种类型的掌机 有双平的 翻盖的 特别强大的 特别孱弱的 能包扶赛国坦新的 总之 在如今这个大掌机时代 如果你也想要拥有一台 到底应该怎么选 第一个 当然就是怎么也绕不开的 本世代掌机王 Nintendo Switch 它就是这几年掌机热潮兴起的源头 如果只看掌机 从过去的Gameboy到DS到PSP 销量都还挺不错的 但是到了他们的下一代 3DS和PS Vita都不是很理想 就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智能手机的游戏开始工程越地 越来越多的精致手游 让掌机的市场受到很大的冲击 以至于大家都觉得 掌机应该是死了 反正索尼肯定是这样觉得的 任天堂应该是没有收到通知 赌上WiiU的失败 又做了一个二和一混合掌机 竟然大获成功 向其他厂商证明了 大家还是需要一个便携的 专门的游戏设备的 即使放到现在 我依然觉得Switch是在重量 大小 外观设计和手感等等很多层面 取得了最好折中的掌机 尤其是OLED版 我对它的外观已经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就是性能 确实是有点跟不上了 说到性能 Steam Deck才是现在我用的最多的掌机 虽然Steam Deck运行的是Linux 我觉得它还是可以和另外这些运行Windows的掌机 跪在同一个类别里 就是PC掌机 毕竟它们玩的游戏类似 都是PC游戏 这个品类现在已经非常拥挤了 在Steam Deck大获成功之后 ROG加入了进来 然后联想 微信 甚至索泰 今年都开始做自己的掌机了 还有之前就已经在做的 Irneo 一号本 GPD 真的是相当的多啊 是不是都要眼花缭乱了 其实真正的选择只有在Steam Deck和ROG Alley之间 除了Steam Deck 剩下所有的Windows掌机 它们的芯片 不管是Z1 Extreme 还是7840U 甚至是8840U 游戏性能都一样 只有微妙的最低功耗和AI功能差异 也就是说可以被当作是换皮 那 无音掌机里 一切都很平均和正常的ROG Alley自然就胜出了 什么 你买的是英特尔的掌机 呃 7.5里游过了吗 退去 不过 在ROG Alley和Steam Deck之间 如果你想要的是那种像主机一样 拿起来就可以玩游戏的体验 那我觉得Steam Deck还是胜出的 去年升级了OLED版之后 硬件更是没什么缺陷了 除了丑 诶 拿起来就可以玩游戏的体验 损失一点点性能 获得软件体验的巨大提升 不用应付Windows那蹩脚的触摸交互 而且Steam OS的兼容性 现在已经非常出色 Steam Deck 它非常适合想把时间 更多花在玩游戏上的朋友 当然 如果想要挤出更高一点点性能 ROG Alley还是能够做到 大部分3A游戏 720P中画质 平均60fps的 而且最近刚刚公布了 新款LIX电池更大 散热还更好 感觉非常不错 应该今年就会上市了 大家还是应该 等等再下手 联想前不久推出的Legion Go 算是打了一个体积上的 错位竞争吧 它的屏幕非常大 而且手柄像Joy-Con一样 也是可以拿下来的 当成一个Windows平板用 然后Joy-Con还能变成鼠标 其实还挺有趣的 至于剩下的三家 Win掌机厂商就比较尴尬了 诶 明明是他们先来的 做这种很小众的掌机 很久都嫌有人问津 突然有一天 大厂带着超高的营销预算 和超低的零部件成本 冲了进来 把这三家的空间 挤占得很小 逼得他们 只能去整花活了 什么双屏 滑盖 超大尺寸 但他们的售价 反而要更高 真的很难推荐给大部分人 不过话说回来 双屏 模拟3DS和WiiU 应该是挺还原的吧 虽然强大 但这些PC掌机 就没有低于一斤的 而且价格也都很高 如果是想要一些 更小 更便宜的 性能弱一点点没有关系 可以玩一些老游戏的呢 这个时候 一个开源掌机 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 这个品类里面的品牌 听过的人就很少了哦 像什么Retroid Ambernic Ion Miu 什么的 都比较小众 他们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 就是都出自国内公司 不知道为什么 很神奇 其实开源掌机这个名字 可能有些误导 他们都是必源的 他们被这么叫 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基于 开源操作系统 比如Android 或者Linux 更合适的名字应该是 复古掌机和串流掌机 大部分人购买复古掌机的用途 都是运行模拟器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 这还不如我的手机呢 我手机里面装个Delta 都能玩这些游戏 为什么还要买这些多余的东西 还能是因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造型啊 比如这两个很可爱的 Miu Mini和Ambernic RG35XX-SP 这谁家刚上的车牌啊 他们能提供的就是实体按键的手感 比例合适 可以撑满画面的屏幕 还有可爱的造型 这么一个小小的两三百块钱 随便揣进兜里 专门玩玩宝可梦 这都比用手机 搓窝里耗电强多了 Miu Mini真的很小很强大 手感也很不错 屏幕边框窄 比例正好适配Game Boy 简直全面屏了 模拟性能上 最多可以模拟到PS1水平 往下的GBA SFC也不在话下 SP这个 当然就是致敬GBA SP 主打一个怀旧 让我看看弹幕里 是不是有朋友第一台掌机 就是GBA SP的 当时的背光屏幕 是不是在被窝里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 性能呢 要稍好一点 可以够到Dreamcast和N64 但是没有摇杆 就没有什么意义 它真正有意思的功能 是WiFi和蓝牙 允许它直接进行无线连击 小时候要守这个功能 岂不是可以在教室里开黑了 这两台电池续航都不错 待机几天 玩物六个小时 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个复古掌机的档位之上 还有一些更强大的 运行安卓的掌机 比如Redshift Pocket 4 Pro Ion 奥丁2 和罗技 GCloud 云掌机 因为用上了更强大的移动芯片 价格都有一些高端了 这些形态更现代的掌机 都用了16比9的触摸屏 都带有双摇杆 它们除了能运行更强的模拟器 还有一个非常适合 只有它们能做到的事 就是PC串流 Pocket 4 Pro用的是千元机水平的 天机1100 价格也是这里面最低的 1400 造型还挺小巧的 非常容易放进口袋里 比Switch Lite还要小一圈 屏幕是4.7英寸 750P的LCD 它最大的吸引力 应该是它非常强大的模拟能力 能很流畅的运行 从FC一直到GameCube和PS2 这个尺寸和屏幕非常适合PSP 串流表现不错 6毫秒的剪辅延迟 这个价格 这个串流表现 除了屏幕和握感 比不上PSPoto 其他数据已经把它打飞了 而且还能运行真正的PSP游戏 总体来说 作为一个自带手柄的千元机 还挺有性价比的 而这个RD2算得上是 自带手柄的旗舰机了 曾经是能买到的 最便宜的8Gen2设备之一 最低配2000出头 性能最强的开源掌机 屏幕也是到顶的1080P 比Switch Lite大一点点 比普通Switch小一点点 线条圆润 手感扎实 背后两个背键 顶上一个Micro HDMI输出 机身上还有好多RGB Fancy 不过买它的人 估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性能 RD2可以非常轻松的模拟 几乎全部主机 甚至还能想想办法模拟Switch 只是模拟的有点瑕疵 这个价位你还不如就 买个Switch吧 我之前决定买RD2的时候 其实主要还是想用于串流 只恶惜作为一个 功能很小众的大玩具 这个价格能吸引到的人 还是非常有限 对大部分人来说 向下选择更便宜的 或者向上直接升级Steam Deck 都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最后是逻辑还没有在国内上市的Gcloud云涨机 我其实相当喜欢它的外形 屏幕尺寸 还有专门为它开发的系统界面 完成度非常的高 简直看不出来它是安卓 但是我还不知道它的定价 只能期待它正式上市了 已经介绍不少涨机了 但是我知道 只要提到模拟串流这些 一定会有人说 那你买个破解的PSV不就好了 我还真的买了 说实话 PSV的模拟能力并不是很强 模拟效果好的 只有PSP以及比PSP弱的游戏机 比一般安卓机都要弱 但PSV游戏是没有任何掌机可以模拟的 所以真正的决定因素在于 你是不是一定要玩PSVita独占游戏 大部分都有PC一支版了 剩下的可就不多咯 比如有《众力异想世界》 《龙之皇冠》什么的 当然还有些更奇形怪状的掌机 比如我之前介绍过的Playdate 能插卡的Analog Pocket 都很酷 也很贵 它们一个有自己的独占游戏 一个真的能允许插Gameboy卡带 只不过比起刚刚介绍的那些掌机 只能算是实用性没有那么高的小众玩具了 其他奇形怪状的掌机 当然还有我刚刚提到的超级小的掌机 这么小 都要用放大镜玩了 竟然能很流畅地运行Gameboy游戏 非常有趣 很适合跟新朋友破冰拿出来炫耀一把 最后的最后 当然是这台 Real Gear Robots Power Up VT6 Gaming System 它还很贴心地在下面写了 并不能够玩游戏哦 好 以上就是市面上最流行的几款游戏掌机咯 对我来说 我用的最多的游戏设备和最喜欢的电子产品 都是掌机 虽然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 对掌机造成了一些冲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手机上有越来越多的课金免费游戏 手机本身也越来越无趣了 反而是掌机 因为它的单机 专门性和玩具属性 再次回到了大家的视野里 现在的掌机 有千奇百怪的造型 实实在在的手感 虽然功能上不如手机多样 但剩在玩乐的气质 亲密度也更高 所以我觉得掌机以后也是不会被替代的 反而是家用主机 不断追求编辑收益递减的画质 3A品控越来越糟 硬件还被PC挤占 反而要更危险一点 幸好任天堂没有让掌机死掉 反而让它再创辉煌了 索尼虽然推出了一个没有人想要的PS Portal 但是传闻说 他们确实在做一款名为PSP3的真正单机PS掌机了 回头是岸啊 索尼 而且还有传闻 说Xbox也会推出自己的掌机 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 马上 Switch也要迎来世代更新 带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性能大升级 B3家都有掌机要推出 这下大掌机时代真的要来了